这一集 龙哥哥变身成为了金刚狼 不仅有金刚狼的皮肤 还有金刚狼的钢铁爪 在我想象中的金刚狼 原本应该是这样 这样或者是这样的 不过在我的世界里 金刚狼也就只能是这样了 虽然样子很萌 但是手上还是有狼爪的 不知道和钻石剑比起来 哪个更硬一点呢 然后龙哥哥还有一个海边城堡 还有一艘私人战船 冲了钱瞬间就不一样 我们从各个范围 秒看一下这个城堡和战船 非常的雄伟 壮观 一三半水分水好 不过好像少了点什么 什么奇怪的东西飘过去了 到了晚上再看看 这身皮肤在夜色下很有安全感 这是大家想要的小狼狗吗 夜色下的城堡和战船也是非常好看的 在外部看了一圈了 龙哥哥登上了战船 先看看战船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其他配置 进入战船发现门有点小 有时候走位会被卡到 这个战船内部有好几层 因为长的都差不多 我们就挑几个重点的位置抽查看看 发现房子里有不少的箱子 放这么多箱子是做什么的 难道龙哥哥充的钱都藏在这里吗 那是不是可以拿回来了 打开箱子发现都是空的 找了一圈看了很多箱子都是空的 那放这么多空箱子在床上干嘛呀 让我出海当海盗吗 来到了顶层 可以看到红色大桌子 这个布置是很好看 想想城堡里估计和战船内部的情况差不多 反正就是摆一些看上去很好看 但实际上没啥软用的家具 所以就不再浪费时间了 作为金刚狼 不能留恋这些形同虚色的城堡和大床 我应该马上去喘淡江湖 行侠仗义 降妖除魔 于是龙哥哥马上离开了城堡 开始四处盘查 突然发现了远处有一个小村庄 来到村庄里看到有猎物 正好试试我的金刚蓝爪子 果然碰一下动物就倒了 这个蓝爪果然是无敌呀 比杰克的大猪蹄好用多了 看到有一些长得很奇怪的人 走来走去 走上去聊天 就发现他们要交易 原来他们是在村里做生意的村民 龙哥哥想用爪子和村民握手 然后村民就消失了 呃我干了什么 我不是故意的 在村子里寻视了一周 发现都没有妖魔鬼怪 龙哥哥想象中的想魔除妖 应该是这样的 不过在我的世界里只能这样 可能因为是白天吧 所以龙哥哥就决定留下来 等到晚上保护村民打僵尸 不知道能不能捉几只僵尸 在村里圈养起来 那下一集我的金刚蓝就来玩抓养僵尸吧 小伙伴们想要一起玩的 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另外大家觉得金刚蓝的爪子厉害 还是钻石剑厉害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看法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